新疆南篮外援戴威斯首秀得到7分 新疆南篮和宁波南篮这场热身赛的二番战 最终以新疆南篮85比77战胜宁波南篮高中 数据方面 麒麟得到全队最高的16分 朱续航得到14分 黄棋得到6分 吴冠西得到4分 伊利弗拉提得到6分 唐财宇得到3分 叶尔扎提得到2分 麒麟提脚3分 麒麟果断 来下的连续第5次 伊利弗拉提得到8分 麒麟的终结 黄棋分球给到上线 唐财宇 出手的领先优势 麒麟保护篮板给 这应该是个裁判没有打三 我们去继续突破 黄勇琪 指导的球员戴维斯 来看看新疆台会不会播 传呀 好球 这个组队 新疆英帝王秀人 打败越投越不进 越不进越投 上一场下半场的宁波 很糟糕 差5分 差5分 小分手 麒麟的中距离 又并没有平凡的使用全场下级 主席航就是强行让三分 出过上篮的机会 起零空位的机会 孩子麦庇还有蓝叛 孩子麦庇还有蓝板 孩子麦庇这下队帮 照也抵 pic了 琪林直接初手 置信了很多 起零继续投 孩子麦庇也来投三分 其他强队的话 现在不会是这个分叉的 这些都是机会 得到黄彩玉 快点 越上来了 被对手分叉了 但是取笑于篮下有篮板 这是自己打